大家好 我是最愛探索秘境的Jerry 這集會介紹到 下去是天堂上來是地獄的秘境海生瓶 也就是睡美人鹽跟哈巴狗鹽的所在地 在這裡我看見了超漂亮的海葵 與小丑魚島 還有網美地道的拍照打卡景點又指如蘭洞 詳細路線都會在本集大公開喔 待會看完這支影片如果覺得我做得不錯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您的鼓勵是我繼續創作的動力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又指湖蘭洞建議第一天一早就要排定行程先下這個景點 因為這個時間點陽光照進來的方向拍照是最美的 它位於在綠島的東岸 Google map請搜尋幼紙湖 從山上騎車下來會有一個 摩托車停車場 把摩托車停在這邊 接著 往南走一直步行大約五六百公尺 到此 就會看到藍洞囉 會有一段延遲海水混沙的路面地形 建議出個塑溪鞋或是水路洋用鞋 這樣子走起來會比較方便一些 在網底管真的 dos才轉 畢套 薄水混沙物 任命 協陪 真的 雷 馬 besar 製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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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洞再进去其实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 有兴趣探醒的朋友也可以准备个水中手电筒过来哦 接着第二个行程就是海参坪也就是睡美人盐跟哈巴狗盐这个地方 它就位于在柚子湖蓝洞的下方在地图上稍微往南移动一些些 Google Map到纪念碑这个地方然后把摩托车停在这边附近 路边有个秘密草丛路沿着人踩过的路径一路慢慢爬下来 前半段有人造阶梯沿途有美丽风景可以观看 但中段之后路面会越来越破碎渐渐呈现30到45度不等的陡坡 下来的话路程大概要花费15到20分钟 如果刚下过雨的话路面会非常的泥泞湿滑 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前往 日前先爬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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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